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巴盖里28号表示 伊朗并不谋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希望保持海峡畅通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说 美国将部署一切必要资源 以阻止伊朗采取任何可能的危险举动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消息 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巴盖里 28号出席一场与伊朗高级警官的会议时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有大量 来自世界各国的货物进出 也包括伊朗的货物 希望霍尔木兹海峡保持畅通 巴盖里说 伊朗对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负有责任 伊朗不希望关闭海峡 不过他特别强调 若敌人升级敌意 伊朗也有能力封锁海峡 27号正在海湾地区访问的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说 美国将继续与地区的伙伴和盟友沟通 部署一切必要资源 以阻止伊朗采取任何可能的危险举动 美国政府本月22号表示 将不再给予部分国家和地区 进口伊朗石油的制裁豁免 以全面禁止伊朗石油出口 伊方当天则再次警告 如果美方封杀令 使伊朗无法出口原油 伊方将不惜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霍尔木兹海峡是航运要道 对全球能源供应具有战略影响 对全球能源供应具有战略影响